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0月9号星期二 拜登把他自己拉出来的屎又吃回去了 怎么回事呢 拜登在周三11月3号接受采访 当时有记者叫匹德杜西向拜登提问 说华尔街日报报道 说有美国政府的内幕消息 说你拜登正在考虑向美国边境的非法移民 每个人提供了45万美元的补偿 说金额已经超过了 向911袭击事件的遇难者家属提供的补偿 911美国的国难日 每个人都没有提供了45万 你对南方边境的入境的非法移民 每个人要提供45万美元的补偿 他说 然后记者说 你不觉得你这么做疯了吗 你不觉得你这么做的话 会进一步的去刺激这些非法移民要融入美国边境吗 他们就会觉得我来了 我就进来了 当美国我就进入美国成美国人了 我要进不来 他还给我45万美元 你这么搞的话 南方边境的那些人想象什么 对不对 都来了 你要是中国人 你说你来美国 你能进就进来 进不来 美国政府给你45万美元 中国还不过来个一个亿俩亿 你给40万人币就能过来一个亿了 对不对 那就见了鬼了 对不对 那就记者就说 您不觉得太疯狂了吗 这种想法 拜登一听又急了 拜登说 你们这些家伙 不要脸 净发表这些垃圾 垃圾的报道 他说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对不对 你脑子稍微正常一点 也不可能是真的 我疯了 我给他们40万美元 记者 皮特杜斯就追问 他说 你能确定 这是一篇垃圾报道 这是完全的虚假的消息 就是fake news 川普经常说 fake news 假消息 拜登说 是的 他说 你有想过吗 每个人45万美元 这不可能发生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是11月3号 当时其实我看到了这个报道 我说实话 我当时就是我想 要不要录一期视频 说过这个事 我看完了之后 我当时 我心里暖洋洋的 我真的 我貌着良心 我心里暖洋洋 我觉得拜登还没疯 我觉得还可以 哥们还行 就是他也觉得 你们是疯了 给他撕 你们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还是个正常人 对不对 我能答应这种事 就这种垃圾 垃圾 虚假的消息 你们也能报 对不对 你们这是什么记者 对不对 我看完之后 我都觉得拜登不错 我本来想录一期视频的表扬一下拜登 但是 我做这行事也久了 我留了一个心眼 我就在想 民主党 以民主党之不要脸之疯狂 这个事八成是他妈真的 只不过可能拜登还不知道 因为大家也知道 就是说拜登 昏荣无能 背后其实就是深层政府 对吧 Deep State 想尽一切办法 用虚假的方式 把它弄上来 拜登在竞选的时候 基本上不出来拉票 川普是满世界去拉票 拜登躲在自己家的地下室 根本就不出来 他们告诉他 你不用出来 你等着吧 我们会让你赢的 所以拜登选举的时候 自己也没有亲密亲吻 现在执政也是 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到底谁在执政 所以我当时就怀疑这个政策 可能拜登根本就不知道 下面在搞的 没人跟他说 作为一个美国论 他才知道的 不知道 也不需要他知道 他就是个傀儡 结果就来了 我当时我还说 这要后面要能证明 拜登是真的 这事我得表扬 表扬 还有点理智在 结果 来了 过了几天 下半人赶快跟拜登说 老爷子 这事我们已经定了 就那么做 您赶快就说 180度烧鸡大窝脖 赶快窝回来 结果 昨天 又有一个记者发布会 再次 有记者问到此事 记者说 你上次说 你说这是垃圾报道 你说我们这个是假新闻 说我们污蔑你 说我们稍微智商正常 都会知道 你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但是我们得到了消息 你的政府 现在就在做这种事情 你作为一个总统 你怎么会不知道 再次向拜登提问 这次拜登 整个180度烧鸡大窝窝 直接窝过来 说 对 我就是要给非法移民 赔钱 记者 愣了 前两天你都骂我们 是垃圾 是垃圾 不是就侮辱了你的智力 整个一个大转变 然后 就是说 记者也说 拜登怎么着 把自己拉的屎 又吃回去了 前两天 你不说我们是垃圾 是垃圾吗 现在谁是垃圾 谁是垃圾 对不对 你是干什么 抡圆了 给自己打脸 是不是 自己撤自己嘴巴子 是吗 福克斯记者也说 他说你上次说 你说关于 给非法移民赔钱的新闻 是垃圾报道 是假消息 是你说的 拜登说 不 我没有这么说过 这才刚几天 对不对 阿富汗也是 拜登前脚 十天前说 绝对不可能 他们不可能迅速的 占领全国 我们在那儿培养了 30万 阿富汗政府的正规军 你们放心好了 结果十天 直接攻破 直接塔利班就攻破了 阿富汗首都卡布尔 直接围到卡布尔机场 最后机场 他把美军打死了十几个 这又是 这刚三天 哥们就把他屎了 还心想 还热乎着呢 你就吃回去了 你可真行 你不要凉一点 还不那么臭 对不对 你哥们吃回去了 拜登说 说这是这样 这不能怪我 我没有说过 我没有说过 而且我要向这些 非法移民要赔钱 他说当然 这个不怪我 找理由找借口 这主要怪川普 怪上界政府 就是上界政府的问题 说非法移民越过边界 是违法行为 我承认 虽然这是非法的 但是还是受到的 不公众的待遇 所以应该得到补偿 川普给他们都扔回去了 都轰出去了 但是那就说 至于是不是每人 45万美元 拜登说再等等 45万美元事件太多了 我那也觉得多 他说我看看 我看能不能打个五折 当然不论我说 他说继续多少 我也不知道 他说我虽然是总统 但是这事 我就不知道 前两天我都不知道 要赔 这两天 他们刚跟我说要赔 继续赔多少 还没说 我也在等通知 侯尔街日报报道 说大约有5500人 在等待赔偿 总金额会超过10亿美元 说司法部 在这起诉讼当中 派出了政府律师 但是却要求政府律师 要直接放弃辩护 直接赔钱 不要打 不要打官司 打官司 万一赢了 就不用赔钱 那不行 一定要赔 这钱必须赔 然后政府律师说 他说这样行 就是说你可以 但是要求在放弃 要求 不是 要求在放弃辩护 在赔偿协议上 不要签我律师的名字 你司法部长出来签 不要签我名字 因为律师担心 一旦协议曝光之后 会被美国人民咒骂 会背负卖国贼的耻辱的称号 说这种不平条约 我不签 你司法部长 你想签 你签 这马完条约 对不对 我签不了 记者当年 好像光绪 一说 马完条约 他签 李鸿章说 您还年轻 这个锅 给老夫 老夫背得了 我签 谁签 谁就是历史的 罪人 这律师说 我妈不签 你们谁 你们谁愿意签 谁签 这有协议方法 我不签 弗里达州州长 罗德 德桑蒂斯表示 他说这些赔款 是拜登对勤劳的 美国人民的 一记响亮的耳光 他说美国现在 汽油越来越贵 账单越来越多 生活支出也越来越多 老百姓 现在生活艰难 然后拜登竟然 为那些非法 进入美国的人 美人支付 40多万美元 这是在干什么 现在想办法 在补救 美国的众议员 现在提案 要禁止 给四国移民赔钱 为了制止 拜登政府的 这种行为 加州的众议员 汤姆 麦克林 托克 提案 说非法移民 收益 禁止法 要修改司法部长 发放财务结算的权利 就是说非法移民 进入美国的话 不能够来获益 就是说不能够以 非法进入美国的 这种行为来获益 因为一旦这么做的话 会导致 会刺激全世界更多的人 想办法 要偷渡来美国 来非法进入美国 因为他们会认为 这个行为是发工资的 等于拜登政府 给我们每个人 发45万美元 让我们来非法进入美国 你这样子 就会刺激那些人 非法进入美国 而这个过程当中 对他们也不好 他们每一次偷渡的过程当中 都有人死伤 每一次偷渡 都有人死伤 你美国 你这么做的时候 就等于逼着他们 要冒着这种生命危险 来美国 来挣这40几万美元 所以他说 要禁止非法移民 用这种非法的手机 来获得收益 这样子 就要减缓 他们非法进入美国的 这种热情 对不对 说一旦这样法案通过的话 拜登的司法部长 梅里克加兰 将被阻止 向非法移民 就是说发工资 赔款 因为这些非法移民 已经违反了美国的宪法 美国的移民法 移民法也是美国宪法 对不对 这也是美国的法律 对不对 你不能说移民法 就不算法律了 这怎么回事 他们违反了美国的移民法 他们是非法进入美国的 他们这是违法行为 不能够因为违法行为而获益 你这样子就在鼓励违法行为 麦克林托克声明说 守法的勤奋的勤劳的美国人 被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在摧毁 而拜登还放弃了南部边界 现在整个打开边界 放非法移民的进入 如果现在这样子 再向非法移民 每个人再支付45万美元的话 首先在鼓励非法移民 做非法的事情 其次也是对普通的 任劳任怨的 美国人 守法的美国人的伤害和侮辱 你对非法行为的鼓励 就是对守法公民的伤害 所以他说 我必须要提出这个法案 不能够鼓励 非法移民的做非法的行为 要保护守法的公民 也是要保护美国的法律 我就觉得怎么说 我说你是一个总统 前两天 人家这一说的时候 你自己 你想就说明一个什么 当拜登不知道 他们私下里搞了这个事的时候 拜登作为一个正常人 当有人跟拜登说 说我们美国政府 要给所有的非法移民 每个人赔45万美元 拜登把他一下一听 也录了 放屁 垃圾报道 我怎么可能 胡八道会有这种事 你们一帮垃圾 垃圾 污蔑我 我不可能干这种事 就是说 作为一个正常人 拜登的瞬间的反应 也是这样子 你懂吗 任何一个正常人 就是说你突然一说 他的反应都这样 你懂不懂 但是过了几天 彻底变了 我也不知道那帮人 到底是跟他说了什么 到底是给了 许诺了拜登什么好处 他就把他自己的正常的智商 正常的判断力都不要 前两天你乍一个 他说他不知道的时候 他的反应都是觉得 这妈疯了 你知道吗 你们怎么会报这种垃圾新闻 你看一眼都知道 这新闻是假的 我不可能干这种事 结果呢 没隔了三天 他就转过来 我们不太清楚 美国的这些 就是说拜登 不好意思 不知道那Siri突然 我老不惜买了电脑 在那儿 在那儿弄了一个系统 不知道突然 怎么回事说话 这个他没有版权 他说话没有版权 应该没有版权 电脑也是我买的 对不对 我既然我买了的话 他正常使用的发较声音 应该不算版权 我觉得没有必要删了 对不对 或者保险的话 我还是把他说话删掉 我一会看我能不能找到 对着把他删掉 反正我们也不知道 拜登背后的这些利益集团 到底是出于什么想法 可能为了羞辱川普 还是为了鼓励非法移民 我不太清楚 反正他们真的 他们好像急需的非法移民 知道吗 他们需要非法移民 然后反正就我目前看起来 民主党现在在搞什么 就是说他在鼓励了非法移民 大量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然后他在想办法 让这些非法移民 能够得到的选举权 或者通过邮寄选票 或者通过 就是说不查 在选举的时候 不查身份 就是说他现在要求 民主党现在要求 就是说选民进入选票站 去投票的时候 不能够查ID 不允许查 他说因为有一些穷苦的 一些非洲裔的兄弟 他们不知道怎么拿驾照 他们拿不了驾照 不会拿驾照 他们一个就是受教育程度低 另外一个收入水平低 说如果你一定要 要他们拿驾照的话 因为他们有的人 可能干脆就一辈子也没开过车 我们以前看 当然我们以前看有一个美剧 叫This is us 是不是 他有一个非洲裔男的 他父亲就是 特别的就是说 想买一辆奔驰 后来他买了一辆 他父亲说 能不能让我坐一会儿 他父亲好像得了绝症 要死了 他就坐了一会儿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开一下 他能说我没有驾照 我一辈子都快死了 没有驾照 这也是事实 但是有一些非洲裔的兄弟 就的确可能是没有 他说那你如果查驾照的话 导致他们就不能够选举了 对不对 所以就能不要 不能够查驾照 当然这种 也许有 但是这都是七八十岁的那种 快要死上一代的 很古老的那一代的人了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就是说 不能查驾照的话 也没关系 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办一个市民卡 或者是什么 来证明他是一个美国公民 再来选举 但是反正他们以这个作为一个理由 就是说不查ID 如果不查ID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任何非法移民都可以去投票 对不对 那么如果他们再通过给每个非亚移民发钱 来鼓励更多人进来 那么这样子他们的确存在一个可能性 在四年之后 或在三年之后的选举的时候 能够想办法凑齐 就是说这一次选举多出来的两千万 因为希拉里就六千多万人选他 拜登有八千多万 多了两千万 我们都知道这两千万是邮寄选票 就是说胡写出来的 但是到了再过四年的话怎么办 那么他们现在想法上就是说 用非法移民来凑这个数 所以这就是他们现在在做的 就是说一个开放南方边境 另外一个玩病的发钱去鼓励他们 为什么就是说不允许美国政府的律师去辩护 就是说因为辩护的话 最后有可能也能够 万一赢了那就坏了 那不赔钱 那就不能够刺激他们了 对不对 而且如果赢了的话 不但不赔钱还把他们轰出去了 这样子的话 对非法移民的热情伤害太大 所以直接的就是说放弃 直接赔钱 还有一个如果辩护的话 就是说赢不了以后拖很长时间 再拖的话 怕到了下次选举的时候 没有足够的非法移民 能够融入进来的去投票 我觉得民主党就在搞 我估计就是搞这个 知道吗 所以迅速的投强 迅速的发钱 迅速的鼓励更多的实际移民 融入进来 我估计应该就是这么个事 好吧 那这先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